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苏果生活志 我是牙梨 想要身体好苏果不能少 欢迎来到牙梨爱Cooking 大家一起爱上做料理 马上就欢迎我们的黑神 小黑师傅 大家好 牙梨好 小黑师傅今天要带来的这道料理 稍微有一点特别 有一些食材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比较少用到的 我们今天教一个 赤葱石酥炒扁豆 你看有红扁豆 对 这是扁豆 那扁豆很神奇 它这样一小颗一小颗的 你都拿来怎么煮 我一般就是放在糙米里面 组成像是五穀米 十穀米这样 那其实它一个进气价值非常高的 高蛋白 它非常的平衡 而且那个素食的朋友最缺乏的米 也非常的有 米群里面很多 对 非常多 而且其实我自己对红扁豆的了解是 它有很高的蛋白质 真的 然后膳食纤维也非常多 是 所以很适合用来想要控制体重的人 对 简单 可以用来切 我 自己说自己 好 那我现在来 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炒它嘛 对吧 所以我现在就切红萝卜 红萝卜是配色的 那我就把它切丁 你知道每次你用这个砧板 切红萝卜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点眼花 是 因为就看不到红萝卜 现在是换牌的 颜色都一样 一模一样 而且它如果换这样的话 沾板就可以用颜色的去分身手食 这样也不错对不对 就把它切丁 素食的话 身手食也是最好分开 是 因为有一些是我们不会生吃的东西 那么其实沾到也不太好 对 这个就可以生吃了 这个叫西洋薯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豆薯 对 那它的味道稍微有点像是水梨的风味 然后有很多水分 没错 但是一般人其实比较少知道这个豆薯 真的 大家都用马蹄或碧气来取代它 那其实上它你刚才讲对了 那艺术上它也甜甜的 所以它口感很像水梨 所以等于像我们加上去 它除了口感以外 可以增加这道菜的甜味 有一些越南料理的那个泡菜 或者是那种生的那种蔬菜 就会放豆薯 是 好 那在台湾也用得非常广 真的吗 对 我们一般台湾料理会用什么 我刚才讲的 可以增加它的口感以外 甜味都可以加 就像素食的 刚才有讲过那个 那个狮子头也可以加 素的狮子头 一般是放那种口感比较 马蹄 比较就是有点脆脆的那种马蹄 就可以用这一个 可以用这个来取代 生菜沙拉也可以加 直接生吃 我先吃一个看看 味道跟我想象的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吗 如果说水梨季节 就是你买不到的话 也是可以 像水梨吃不起了我就可以吃它 不要叫我们这么可怜 好 我们先开火 但它的甜没有像水梨那么甜 所以应该如果就是有血糖问题的人 可以稍微用这个来取代一下 水分是够的 我先给它两大匙的油 我们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下来了 好 这时候我先加入黄龙锅 哇 先炒黄龙锅 这道料理的秘诀是什么 是不是把它全放进去炒一炒就可以 对 这样还要煮吗 还是要煮的 还要有很多的诀窍 还是有的 对 这是扁豆对不对 像这个就是技巧 扁豆我们先把它煮过 大概煮个十来分左右 那煮熟之后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对 但是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天然的色素就会流失掉 对 颜色就变了 对 好 那不要煮太熟 等一下我们会包着那个生菜 螺麦一起下去吃 有点像是生菜 然后松的那种感觉 对 有点像 我要说那个 对 素食的虾松 对 素食的虾松 对 素的生菜虾松 有点这样的口感 对 那实际上你可以搭 素虾松都是叫一些油条 对 那我们可以搭一些煎鬼 对 OK 好 大结果 OK 因为油条那个油分比较高嘛 对 油也比较高一点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那个 胡萝卜先把它炒熟 其实这道料理这样放进去 它是素的虾松 可是它的所有的食材 都非常地健康 是 对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 不同的口感的创意料理 可是你又希望它是健康概念的话 就可以参考这一道 对 而且那个 红扁肉是一个高蛋白 不见得要吃肉才会很健康 是的 对 你看吃它的话 也是可以取代那些牛肉 然后肉类的东西 其实红扁肉的蛋白质含量 是牛肉的1.6倍 是 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对 对 所以也蛮适合肉在减肥 或是什么的 对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吃多一点 你为什么要一直帮自己挖坑 真的吗 等一下观众就会说 小黑师傅就那个 稍微有一点点你知道 体重 然后皮肤又黑黑 你讲话很好笑的那一个 这样也不错 真的吗 没有啦 你本人看起来很OK 但的确跟我八年前看到 是不太一样 真的吗 现在看起来轻轻的吗 稍微有一点 体重也你知道 稍微有点差异 不好说 对 不好说 这时候我把那个西洋薯 我尽量把它汇炒一下 西洋薯的话 原来它可以生吃 那建议大家不要炒得太熟 但你切的那个尺寸 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对 你想要那个口感 对 我希望它的口感 然后可以搭配 你等一下会到这个毛豆 所以就是尽量跟毛豆 差不多尺寸的 对 差不多 对 因为食材里面如果是切丁 大概都是全部切丁 对 好 而且还有玉米 我看到了 玉米 玉米它变身就熟的 所以我们起锅再下就好 对 这个食材搭配还蛮特别的 好 再等一下下 那我每次都很好奇 像你们这种大厨 你在外面教大家做菜 你回家还会认真做菜 呃 当然 不会啊 因为陆安一回去到几点 对 大家都吃饱 那回去吃什么 你私底下最常吃的是什么 其实像我们家也吃的还蛮简单的 一般在这边叫做的我们都会煮 你还是说一般在这里教大家做的 对 我们都不会煮 都会煮 都会煮 就是这样吃很家常的料理 对 就是尽量色香味俱全这样子 但是简单 好 现在加入的扁豆 那扁豆煮熟之后 记得要把水都先把它滤掉 但其实这个扁豆这样煮够之后 它稍微水放还是蛮高的 是 所以我们趁这时候 先把它干煸一下 好 我扁豆我真的不知道 有其他太多的做法 顶多就是放在粥里面 就是那个燕麦粥 是 或者是煮饭 我比较少想到把它当成是一道 就是料理里面的一个主角这样 对 好 它也有饱足感 所以这个料理也可以当一个 饱足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一 如果说一餐 你有些时候时间不多的话 大概就做这一道 大概就OK了 因为里面的食材非常多 一样 然后很多蔬菜 然后也有这种有饱足感的 然后大概加入四分之一小时的盐巴 跟胡椒粉 四分之一小时就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毛豆人就可以进来 毛豆 因为毛豆也是已经是熟的 熟的 对 你还记得毛豆长大变什么豆吗 毛豆的爸爸是谁 黄豆 毛豆长大会变谁 毛豆长大是谁 毛豆的爸爸是谁 毛豆的爸爸是谁 黄豆啊 是黄豆啊 对啊 那毛豆长大变谁 黄豆啊 毛豆长大变成熟毛豆 对 好 它蛋白质也是非常高的 对 但说实话 我后来那天录影之后 我就一直问大家 你知道毛豆的爸爸是黄豆吗 大家都不知道 对 真的 其实大家都不懂 那你知道 黑豆跟它也有亲戚关系吗 当然没有啊 有啦 有人说晒到太阳是变黑的嘛 就像你知道也有一个叫做小白师傅 他就是晒黑之后就变小黑师傅 好 现在加入玉米粒 玉米粒 所以玉米粒是给它甜味吗 还是就是 甜味以外可以增加它的颜色 你看现在里面有白色的 橘色的 黄色的 还有绿色的 好 那的确就是 它跟一般那种酥脆的口感 稍微不太一样 对 它比较多的是那种 就是稍微蔬菜感多一点的 对 有个嚼劲 对 好 那我现在给它 大概一大匙的香油 香油啊 对 还加香油 对 加点香油 我们终于加了香油了 你也很少用香油 对 很少 我就很少加香油 为什么 对 因为我煮的菜都很香 不需要香油来加分 怎么了 我刚才把我的背放在这里 让你往上踩 你看 你踩着我的肩膀往上 我现在给它 四分之一小时的赤葱粉 这个也是用赤葱自己晒干的吗 对 然后烘干之后呢 就磨成粉 好 对 然后它会有香气 所以我们一样是起锅的香 好 对 所以不只有蔬菜的清甜 它还加了赤葱那种清新的味道 是 对 好 那差不多 你可以帮我试一下我的咸味 够不够 好 加这么多赤葱啊 好 进来 看OK了 散盘了 好 那你别人散盘以为 散盘是这样子吃的 那其实它是搭罗美生菜丝 其实每次我吃到那个赤葱的香气啊 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来到东南亚的感觉 因为它就有一点像是香茅 香茅 柠檬香茅的那种香气 这是一艘很漂亮的小船 对 我们罗曼之后呢 稍微把它秀一下 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有这个酥脆的蔬菜感 生菜 很酥脆 对 然后又可以解腻 虽然这道蔬菜是没有什么油脂啦 但是可以帮助你的拒绝的一些的 口腔的一个润滑的效果 哇 而且里面我们刚才炒的这些蔬菜啊 让它有一个比较厚实的扎实感 像是红扁豆这些 对 可是呢 自从跟外面的这个蔬菜啊 让它有一个比较夏天 比较清新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这个吃不腻耶 可以用你自己的创意哦 你可以替换里面的一些食材 食材 对 如果说我必须要更酥脆的话 你可以加一些坚果都可以 嗯 好 大家在家里试试看哦 是哦 非常的好吃 谢谢小黑师傅 谢谢亚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